臨近年尾無線要裁員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集團行政總裁李保安 星期一向員工發通告 說本港示威衝突持續超過半年 無法估計社會何時恢復秩序和經濟復甦 公司需要重組部分業務流程 以增加成本效益 大約一成員工受影響 按無線不包括藝員大約有3,500位員工去計算 即是說大約要裁減350人 受影響員工集中在美術部、幕後工程和維修等部門 大部分人最快年底前會收到通知 無線會按法例賠償包括代通資金等 同時也會發放特別酬金 不受影響的同事將會有半個月的雀情花紅 通告指出無線會加快在內地 特別是大灣區的業務發展 以提供新的發展機會 動望記者龐善宇報道